天氣好 沒落後也是煩惱 因為這個中南部地區 已經如果沒有落後 清潮分林的黑山水口的缺水量 已經降到四十五% 黑山水口的管理 當時表示 水口沒有入水 每一天還要固定 支出二十四萬棟的民生用水 平均兩天的水量就降一% 所以讓民眾要這個用水 為今年十月到現在 中南部地區都沒有落後 但今年貨山水口 每天需要降級地區民生用水二十四萬棟 平均兩天水量就降一% 現在水口消水率已經出四十五% 會支援到北加益 十萬棟 南章五萬棟的水 河山水口管理中心表示 水口也足以消水量五千空八十萬斤 但現在消水率存不一半 雖然我不會採取減額還是含水促溪 但如果在消防漏後 空間還可以降到五月底 現在也有半分平衡地區 因為公水源不是水口 六十四人減水狀況 主要是在偏遠地區的灌溉 那這部分農田水利素 已經在採取相關的這個經濟措施來卸助 主要是在偏遠地區的灌溉 農水供干涉兩者甘震 也透過釣渡卸助減水的農民 完成相關的進度的慣階 至於無前五年地區的民生用水 雖然還算穩定 但也要向民眾新的用水 共同土國的減水為期 其中有年不到